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年3月19号 星期二的一个时间 那么昨天在网上直播的时候 给大家聊得非常的深 那么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在今天早上这样一个时间点 大家带大家简单的来看一下旁边 那么接下来的机会在哪里 对不对 行那么咱们把这个视角切放到这个旁边中来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现在旁边是云游 云游30分钟图 昨天晚上给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 朋友们 这个拐点上来是不是创新高了 是不是创新高了 朋友们 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昨天的分析 也是给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 那么云游继续还是一个多数结构 那么接下来 旁边之中 那样比较清楚的结果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在云游身上 朋友们 包括欧元给大家说到的这一笔 还是有点距离 朋友们 这个空间的话 还会有接近20多个点 左侧才是最好的进场位置 那么目前的价格的话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在空中的感觉 如果他能今天 是吧 再冲一多数 朋友们 左侧完美做空的机会点 这是欧元 还没到 那么今天给大家重点想聊的是云游 朋友们 云游这条30分钟的趋势线 我给大家画了很多次了 那么这个点 这个点 非常的 精实 非常的扎实 那么每个点都起到了一个绝对的支撑作用 在最后这个拐点的位置 我给大家都说过了 不上则下 要么就反转 要么创新高 朋友们 对不对 来了 创新高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云游听途级别 昨天是说了一根小阳线的 听途说了一个小阳线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云游还是继续看多 朋友们 云游还是继续看多 而且 30分钟图 那么这条趋势线 就是云游多图结构的主要基调 那么突破这条趋势线 那么可能就要面临调整 如果在这条趋势线之上 那么云游还是无脑低多的一个思路 那么今天目前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15分钟图 朋友们 这个状态 那么还是非常弱势的 那么强弱关系 朋友们 是不是 非常的清楚 强弱关系非常的清楚 那么今天 云游的思路继续 如果能给一个好的价格 继续分底多 继续分底多 那么这一多 可能会有一波不错的输益 那么昨天晚上 可能在这里没有读进去的朋友 那么今天 云游 在一个较低的合适的价格 可能大概就在这个位置附近 如果能给到这种价格 朋友们 我觉得依然是做多 分底做多 无脑做多的一个主要思路 当时就目前的一个动能结果状态 这样的一个强弱关系 这是一个标准的 空中的一个中继形态 那么这种一强一弱 这样的一个奇形状态 那么可能接下来所延续的 概率会很大 而且它的肥彻 这个可能不会踩得很深 不一定会到跟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位置 可能等一下就在这条水平线的位置 也有可能直接就上去了 这是云游的当下的一个布局 当然你想做这一波 这可以采用什么思路 到这种价格 你可以小仓位新 试个大 是吧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 这种位置也再去补一个锁 补一锁 那么这两种操作 那么你的成本价 这个是当尽量仓位轻一点 如果有给它这种价格 仓位可以稍微重一点点 那么你的平顺价格大概也就在这个位置附近 那么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云游当下的一个情况 目前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多头结构 不要想着去抄顶 顶没有到 云游的顶在哪里 我给大家已经交代过很多次了 这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云游的顶 桌性级别的图形 朋友们 这一根开线 朋友们 我觉得云游的顶 桌性级别61.8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才有可能去抄顶 那么这个现在去抄顶的 很有可能就抄在半空之中 那么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行 朋友们 这是今天云游的思路 还是逢低无脑多 主要基调参考30分钟 这条趋势性 非常的牛逼 整个的状态 每个点都踩的特别的精准 非常的走得非常的稳 那么这条趋势性 大家只要经手住了 就没有多坨 只要经手住了 就没有任何问题 行 朋友们 这是云游目前当下的一个情况 和我们分地做多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那么欧云刚才给大家也去强调了 然后还有英镑 朋友们 英镑的话 其实短期节奏也快了 到时候再给大家具体细聊 那么今天的话 主要的一个节奏点 朋友们 还是在云游上面 大家其他的旁边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模糊 包括这样的一个黄金 目前还是在这样一个震荡之中 目前的话 还是没有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参与 所以说 接下来比较清晰的结构 欧云和云游抓住了 那么就差不多到位了 新朋友们 那么今天给大家主要讲了两个点 一个是欧云这个空单 现在的空还不要太着急 等他最后再打一脚 给到一个好的走着价格 咱们再去空 云游继续分底 无脑多 非常标准的舵头结构 最终以这条30分钟的趋势线为绝对的舵头参考 那么这条趋势线不能破 破了可能就面临调整 如果在这条趋势线之上 那么短期还是一个往上走延续舵头的一个格局 新朋友们 那么这就是想给大家说的几个点 那么 欧云和云游 目前主要的一个清晰的两个品种 那么像黄金和其他品种 目前来说还没有走出非常明朗的行情 咱们再等等看 新朋友们 那么只要大家把这两个点给抓住了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 云游这样的一个品种 你只要抓到了 都是一波机会 希望朋友们看到了 不要作火 那么有些会 那么这种行情真的来之不易 有时候像一些机会是不能去错过的 这种观点 我也是给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 行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直播 那么今天的早晃分享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给大家说的两个点 大家按照思路去做就可以了 然后喜欢我们视频的节目 喜欢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 可以去优酷腾讯 去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阿萨社区 最后欢迎朋友们加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私下沟通交流 行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 希望大家仍然能够交易顺利 咱们明天试镜再见